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我们的目光遇见这些人像 就注定这是一场属于整个星球的相遇 它们鲜明的特征 标示着它们区别于普通人 无一例外的凝重表情里 有突出的眼睛和薄薄的嘴唇 耳垂全都有孔 在上古时代 耳配应该是特殊身份的标志 五十七尊大小不一的青铜头像像个谜 以我们的认知可分为圆顶 平顶和金面 圆顶头像带着毛孤 个别脑后附带卷状物 如同盘起来的发际 平顶头像有的脑后边发边 大部分戴素面无纹帽 其中一尊头像的帽子上有回纹图案装饰 带盘头帽的属于典型的穿属特征 金面头像仅出土了四尊 金色大部分已经脱落 只有一尊基本完成 金色适用黄金锤踏成金箔 以生气调和石灰做沾合剂 贴附于面具表面 黄金自古是权力的象征 耀眼的金色彰显着人物更尊贵的地位 这是三星堆头像里最为特殊的一尊 与其他头像风格迥异 面部特征柔美 头顶为子母口型 现在她的头饰是风 我们用猜测和想象与他们对话 许多人判断她可能是一位女性 当褪去了神性的外衣 仿佛回到了人本性的一面 他们究竟来自何方 又为何与我们如此不同 古蜀文明始终被当作一种地域文化 鲜少出现在官方史书中 以至于当他们的辉煌遗迹 突然出现在世人面前时 人们更愿意相信 青铜头像凝重的表情 是在遥望自己的故乡 战国晚期 伴随着秦统一六国的步伐 古蜀被秦国所并 在此之前 古蜀国人一直沉浸在神权与王权合一的政治生活中 神乌色彩浓厚 这尊大利人铜像是所有青铜人像中级别最高的 他也许就是那个既掌握着世俗制高权力 又能与天地沟通的领袖 三星堆文明晚期 中原王朝正处于殷商时代 商朝人大量制造青铜兵器 石器 酒器 用活人祭祀神明 是个充斥着血腥的时代 然而在三星堆的祭祀坑中 始终没有发现用于祭祀的人生 更不见一件兵器 这些长相冰冷的古蜀人 拥有着超越时代的人性光辉 这也许是他们强大的原因 或许也是他们消亡的种子 古蜀文明为何拥有如此超凡的想象力 与他们对视 那些超越语言的心动 也许就是隐藏在我们生命里的谜底 我们是人 也是人类 我们站在这里 也站在地球上 国宝留言持续更新 请注意查收